另外要来关心的是这临时会一结束 立法院长苏嘉全就带着23位的立委到日本参访 虽然强化台制交流很重要 但是这一次的参访却是争议连连 因为行程结束之后 不但政府院长都还要继续留在日本旅游 在乔宴晚会中呢 还有立委是西加代政的参加 这多数来钱全部都有乔会来支付 就让大家直言说 委员是不是公私不分呢 出访当出游 不过被点名的立委纷纷自清 说私人的行程绝对都是自费 立法院长苏嘉全带领立委前往日本参访 拍下一张张大合照 但此趟日本行却传出 有驻日代表工作人员私下抱怨 立委把参访当出游 对外访问当做私人旅游 你回去看是什么结果 所以我是觉得绿色执政无所顾忌 觉得他们能吃能喝能捞 吃相实在是太难看了 此当出访总共23名委员出席 包括两位国民党立委 这些行程立委们不但没有团进团出 8月4号结束后 立法院长苏嘉全还要到北海道打球 副院长蔡启昌也会陪着老婆小孩 继续留在日本玩 就连桥宴晚会 民进党立委赵天龄也吸加代卷参加 基本上他们就是有有这一次就是有很多自费的自费的人嘛 那有的是高雄团台北团 但是我认为说他们是并不是说所有的行程都是 诸日代表处一手规划 而是正好有一些拜访的行程的时候 那不同团的人他们也也希望是可以参与 那一起来推展这个台日的一个外交关系 事发后委员纷纷澄清私人行程绝对自费 赵天龄也强调眷属参加参会都是有接受邀请 没有顺便 但是看在网友眼里 还是认为这样的参访规划公私不分 这一次呢 诸日代表处确实是有建议 就是赵委员他既然也在当地访问 那么在这样一个盛大的这个 所有的重要侨团的侨领都来参加的活动里面 他如果也能够参加的话 确实是更有助于那次活动的效益 外交部邦立委背书 国会外交相当重要 眷属参加无商大雅 不过参访行程变成爽差 似乎随着政党轮替也发生在民进党身上 环宇新闻林志鹏黄云成台北报道